張善政如果願意補證程序爭議 羅志強立刻宣布退出桃園市長選舉 沒有公證何來善政 所以我昨天有說過 今天明天後天三天 我會對張善政院長提出三個建議 那今天第一個建議就是 沒有公證何來善政 事實上這一段時間我走在桃園 我覺得我要先讓張善政院長知道一件事情 就是在昨天桃園市議員梁維超 他公布了一份忠實愛普羅 相當有公信力的民調 桃園市有48.9%的市民 是反對沒有程序正義 直接徵召張善政 只有13%的桃園市民可以接受 48.9%民眾的聲音 張善政院長必須聽進去 我們要知道今天所有的事情 理念公平是最重要的 如果今天張善政院長是在黨中央粗暴不公的提名之下 沒有程序正義提名之下出現 但是張善政院長卻沉默不語的話 當然很多桃園市民就會認為說 那也是程序不正義的共犯 張善政院長是我非常尊敬的一個前政務官 我不希望他受傷 所以今天我也必須說一些可能不中聽 但是為他好的話 如果一個好的起手勢 你真的想要贏桃園市長選舉 沒有程序正義 我直接跟大家講張善政不會贏 所以張善政要贏 就要補正程序正義 這是非常簡單的一個道理 所以我建議張善政院長 應該要向朱立倫主席 向黨中央嚴正的表態 告訴黨中央 我張善政公平是我的信念 程序正義是我的使命跟責任 我不接受沒有程序正義之下的征召 那麼我有信心 只要透過初選民調 然後跟所有的人公平競爭 張善政絕對有信心 可以贏過所有其他的參選者 然後讓大家心服口服 不斷口庭 你不斷口庭 從驚起 你 我會計較為 我會計較正義的